那此前呢就在我们刚刚是联系上了浙江江山中学的叶联军老师 他在这次飞机失事当中呢是背部受伤 头部呢也有轻微的震荡 据他介绍说目前江山中学包括老师和学生一共是有34人在飞机上 仍然有两名学生失去联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稍早前对于他的采访 我们这个团是总共有29名学生 然后有5名老师总共是34个人 然后目前的情况 我们当时在下游戏的时候 我们全部人逃出来之后 被安排到了一个走廊 然后接受了简单的一个检查 在检查之后 对方把我们的上市情况进行了分类 比较严重的人员就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然后还有一些轻伤的是现场就做了一些救护 目前我们现在在机场的有华士助理学生和两名老师 情况非常不错 身体状况也没有大碍 还有一些学生目前还有两名老师和几个学生 现在是在各家医院接受检查 他们基本上也是小伤问题也不大 目前的情况就是还有两名学生 叶梦源和王林家 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机场现在目前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大厅里面 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 然后对方航空公司正在派代表跟我们沟通 然后下一步的安排 我们要看整个的那两名学生的情况 然后再跟民事馆那边商量 然后中介公司商量 再确定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下午1800点 在第三步的计划